念完三遍我们吹口气 日光菩萨加持哦 吹口气在你的五色线上面 再来月光菩萨亦非亦未诸行人 大家发别心念大悲众 说陀罗尼而拥护之 各位念是 放过来功德 就是今天的一个重点 送此咒无变 取五色线作咒说 痛处戏 此咒乃是过去 事实恒合杀诸佛所说 我今一说 为诸行人作永护故 除一切障难故 除一切病痛故 成就一切诸善法故 远离一切诸不为故 三是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 一切患苦迎生者 以此陀罗尼自知 无有不差者 四是大神咒 咒干枯树 尚得生之苛花果 何况有情有事众生 生有病患 自知不猜者 必无是处 世间的各种病医不完 但是你会念这个 夜光菩萨咒 没有一个病是不好的 所以大家慈悲 将来把这个咒备好 以后不要无聊了 买捆线在家里做 你老婆说 老公你今天不出门 做无设限 利益众生 这个比打麻将 比唱歌跳舞 更有意义更快乐 好 大家要念五遍 三十三页 把咒线拿在手上 最好 大家还有 紫云高 这些香干露 都得到加持 来 圣地的图说者 阿罗密的无多者 圣祭者 波乃的耶弥罗者 无多者 基罗的心魔者 萨伯和圣地的图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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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罗密的无多者 圣祭者 波乃的耶弥罗者 无多者 基罗的心魔者 善佛圣地的土塑扎阿罗密的佛陀扎 圣吉他博然的耶弥陀扎佛陀 居罗的七摩扎 善佛 大家吹一口气 包括你的炼珠然后得到加持 喽喽 所以希望大家念佛诵经持组 力量都给它融入 然后送给别人 送给别人跟别人结缘 做菩萨四色法布施 告诉他这个咒的功德 希望对方得到利益 大师之法王子 与其同乱无视而菩萨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有灵性的猫 李小姐学服多年 闲下真语就会到寺庙里当义工 每个月也会做一些放生的善举 李师姐 你今天来庙里当义工吗 是啊 今天有时间 所以就到庙里来帮忙 对了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嗯 我想李师姐今天可能会来这里 所以特地来找你的 特地来找我 对呀 我们明天准备到河边 去放生一些鱼虾 我想这样的事 师姐一定会参加的 所以就来问问你 放生这种事情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我明天一大早 就去市场买些鱼虾 然后和你们一起去放生 嗯 那明天我等你 李师姐 每次放生的时候 救你放生的动物最多 如果我们不去救这些动物的话 它们可是会被杀死的 所以有机会 我就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去救它们 哎呀 那只小花猫好像受伤了 我们过去看看 小花猫不要怕 让我看看你受伤的地方 好吗 它的后腿 好像是断掉了 要赶快帮它治疗才行 嗯 我们快送它 去动物医院吧 就这样 李小姐 将这只受伤的小花猫 带回家照料 并给它 取名叫做小可 小可 你可要多吃一点哦 医生说了 你现在 需要补充营养 也要多休息 才能尽快康复哦 妈妈妈妈 小可怎么样了 兽医说了 小可的伤不是很严重 只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就会好起来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小可 你可要赶快好起来哦 等你好了 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 半个月后 小花猫的伤 痊愈了 而它 也留在了李小姐家里 每次李小姐外出 小可 都会送它出门 当李小姐回来时 小可 则会在门口迎接 而李小姐的儿子 更是和小可 成为了好朋友 妈妈 怎么还没回来啊 小可 你也担心吗 我想妈妈一定是 有事情要做 做完它 很快就会回来的 是妈妈吗 不是妈妈 太好了 那个小孩竟然自己一个人 把它卖掉 就可以赚一大笔钱了 你要干什么 妈妈 快来啊 你再叫 我就把你掐死 可恶的猫 妈妈 救命啊 救命啊 有人偷冒小孩啊 快抓住它 可恶 今天竟然被一只猫 坏了好事 快追 别让它跑了 在邻居的帮助下 人口贩子被逮捕了 经过审讯 才知道 她经常在各地 偷拐那些无人看管的小孩 去贩卖 而且屡屡得手 没想到今天 没想到今天竟然因为一只猫而落网了 小可 真的很感谢你 今天如果不是你的帮忙 我就永远再也见不到小凯了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李小姐一家人对小可更是格外的疼爱 可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 小可却失踪了 小可 小可 你跑哪里去了 小可 天黑了 该回家吃饭了 怎么了 你们家的小可不见了吗 是啊 以往这个时间 她都会在家门口等我回来 可是今天却没有看到她 会不会是跑出去玩了 妈咪好像都是在晚上活动 不对 我们家小可 不会跑出去那么久也不回家的 对了 今天早上 我看到对面烤羊肉串的老王 拎着一个大袋子 在我们这里徘徊 小可 会不会是被她抓走了呀 啊 烤羊肉串的老王 她抓小可做什么 你不知道啊 现在那些烤肉串的 都宣称自己用的是羊肉 其实 为了赚钱 他们都会抓一些流浪猫 然后用他们的肉来冒充羊肉 啊 怎么会这样 我也只是猜测了 再说我们又没证据 就算去问她 我想她也不会承认吧 从此 小可再也没有回来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半个月后 烤羊肉串的老王来到李小姐家求救 李小姐 救救我 你一定要救救我呀 救救你 是啊 李小姐 这 大家都说 你是学佛的大善人 你 你一定有办法 可以救我的 可是 我该怎么救你呢 而你 又遇到了什么事情呢 啊 你的脸 怎么会这样 李小姐 我知道 这是报应降临在我身上了 李小姐 求你帮帮我吧 难道 难道我们家的小可 真的是你抓走的 是的 那天 我在这附近 抓了几只猫 杀掉后 猫冲羊肉烤来卖 小可用动人贩子的事 我有听说啊 我杀掉这么重情义 有灵性的猫 实在是极大的罪 我想来向你认错 可是又 又提不起勇气 没想到 才几天 我的脸竟然变成这样了 现在我没戴着口罩 都不敢出门啊 唉 自作孽 终遭报我 李小姐 您是善人 请您 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呀 老王 我想你现在 只有诚心忏悔 多行善事 才能弥补 你犯下的过错 好的 我发愿 我老王 从今以后 一定改邪归正 永远 不再杀生 老王 按照李小姐的教导 不再杀生 并将自己 所害生灵的骨骸 全数收集火化 并放置于桃子中 入土于寺庙后山 李小姐 真是太感谢您了 我按照你说的做了以后 脸已经慢慢开始好转了 老王 以后你要多做一些放生 互生的善举 我想过不了多久 你的脸就会恢复正常了 天地间 所有的生物 都是有灵性的 而杀生的人 则触犯了上天 有好生之德的慈悲 到头来 必定自食恶果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说到登天台 还有高耸直入云霄的 一千五百阶天梯要爬 真令人妄知却不 不过九华山的俗艳说 不到天台等于没来 上一趟天台寺 是虔诚心、信心 加上体力的大考验哦 天台风顶位于海拔一千三百零六米 又名为天台正顶 群风罗列齐下 是关九华山全景的好去处 山峰间 云海茫茫 古次里烟阳鸟鸟鸟 法界虚空连成一片 佛国与娑婆世界不断视线着 缘起如幻 等待着我们以清静心去明辨真味 古拜金台 位于天台风下 相传金地藏 曾在此处拜诵华严经 途中因此闻风来潮 就连山上的飞禽走兽 也都来听他讲经说法 殿内至今保存着一方岩石 上面有明显的脚印凹痕 是经地藏当年拜金的足印 弥足珍贵的从唐代遗留至今 是深切期盼着地藏菩萨保佑与加持者 虔诚礼拜一堵圣迹 绝不想错过之地 攀上岭边云霞 登峰造极 目镜万里 天台四千岩壁上石刻着七金大字 飞人间 四门前拱形桥上的横梁 也稀有中天世界四字 由于历代苦心经营天台 而造就了今日远离红尘 湛然长急的九华山佛顶 大波若经上说 一切法无所有 毕尽空不可得 佛国里的诸佛菩萨 慈世着迷糊在颠倒五欲中的众生们 音音大怨逝度 不远千里而来的有缘人 是基督佛教 修行的机会 就是总体念头 你的念头元化 世界就能在 这个人正在联系 一个念头元化 为他念阿弥陀佛 他这个都阿弥陀佛的价值 不流行 否则 这个太宝太宝山了 他可能会下定一座 但是你一个圆满的心 会固定王毕陀佛 他就变成王毕陀佛 所以回到你们讲的 心可以在面前冲到开 但是千万不要为这个假的世界 影响到你的心 佛国上有我们的爱就很想 就可以这样做 所以呢 我们当然有时间是假的 我们不要为这个假的时间 分到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的佛系 菩提心 不要有一个境界和感变 所以我想我们能够从无妇者 以先面 所以你换两面 所以以众生的从 然后我们透过放射 事实啊 各种功德 这些都是个助言 透过这个助言 我们比较容易生息的 信心换信心 然后也会得到足够我们的加持 最简单的说 我们修行就是 一切维新造成 买到这个信心 变成一个圆满的运行 不退的运行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改变世界 虽然我们的同学 可以改变世界 释迦国能不能改变世界 同样一个人活到九十九岁 而不是我们中国人 韩国来的经济局 改变的世界 改变的中国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世界 在永远的消瘦 永远的运行 肉体却在死亡 我们看了看不到 甚至那一天去绕他 那个经济局 师父 等等金浇局 肉体在里面 我说你不会挖开他 因为你们相信 这是你最大的麻烦 你要相信 金浇局 不是用肉体不做生的 金浇局 因为是用仇杀杀的这种 本院精神的独播 你不要说 有没有他们肉体 就算真的放在一个肉体 在那边 搞不好 还是骗你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欺负相信 真的在那里面 现在都没有 所以我想 对待这一点 一定要 要有绝对的信心 灰心 不要被经济处出 所以你看到碰到碰到碰 不好的事情碰到碰到碰到碰 在五分钟 你被冤枉而死 而痛而死 那個時候你就不感覺到痛 因為你悲心衝破你身體的感覺了 但是你不要說 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們以前在陰影都差一點發生 前面對後面差一點 前面那個火力 把他弄到火力裡面 這種事情不會發生 所以我想看自己怎麼想 所以有人擔火生分 就像我們法華經裡面 所以你這樣來跟別人說 因為他的怒激怒激什麼 所以我想我們必須要 所在的心靈 歐漫人們阿彌陀佛 地上王菩薩很虔誠 他不能說被反擊一下 愛和教授 那就是我們修行的重點 所以我要經常這樣變化 在念火三類 地上劍三類 我們還被弄三類 很認真的 很融入 當世界變化的時候 你心靈的變化 以靈動心態來改變的世界 好 然後這個存快撐下去了 這個火燒起來了 有人坐在火裡間 念光是用的火 居然變掉 居然嚇到 因為你的心靈 是救了多少 我想每一人佛 並不是用它 肉體度眾生 肉體是一個方便的住院 讓我們歡喜 神奇細心 還有我們的法身回憶 就是這個空心大背心 一個原來的菩提心 在度眾生 所以 地上王菩薩要嚴明 地上王菩薩 因為地上王菩薩 在不生不滅的 永本的大背心 所以它叫嚴明地上王菩薩 如果讓眾生長受病 能夠讓救人解脫 才破壞生命 所以 地上王菩薩 圓滿的心態 所以晚上我們 做了這麼多優惠 念啊 送啊 放生啊 牧師啊 最主要就是啊 能夠訓練我們這個心 成為一個圓滿的狀態 沒有確定 充滿的優點 沒有恨 充滿的愛 啊 你第一次跟他見面 表達對他的感恩 關懷 回想 啊 哪一見 都會無法訓練 百歲公 百歲公位於九華山的摩空嶺 因地勢高峻 又建在山壁之上 最初被稱為摘興庵 廟內供奉著無祥和尚肉身 當時活到一百二十六歲才圓籍 故寺廟得名百歲公 又名萬年禪寺 看 大雄寶殿的殿門 至今仍掛著北洋大總統黎元洪寫的台匾 親似百歲公 護國萬年寺 廟內千佛今生 大放光明 莊嚴殊聖 廟外 無論是去小寺院 非來觀音風禮拜 或是舉一條百歲前的百年甘露 總令人流連驻足 不忍離去 明朝一位二十六歲僧人 名為海玉 自無瑕 從五台山雲游到九華山參禪學佛 並發現了一個藏身石洞 從此 積石野果山泉 隔絕成世 為至今最古老的一尊肉身菩薩 無瑕老和尚 於八十四歲起 費時二十八年 以蛇血條金粉 公書大方廣佛華元經 四十二萬字 至今血經保存完好 成為國家文物一級寶物 其他如肉身的首飾高提 百歲公的百歲碗 都是流傳不息 派之人口的傳奇故事 深信他的法力長存 佛力無邊 走進知苦斷疾之門 看看頒座堂內超凡入聖的四面觀音和五百羅漢 如何具足身相清淨圓滿 而深刻理解華元經所說的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回避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